黑衣男子 黑衣男子光天化日拿著一把刀 神情凶惡追著人炮 嚇得七八位男子瘋狂腦窜 就怕被持刀的黑衣男砍到 四處列車那種 一大群這樣衝上來 超過四個啊 就兩派啊 外籍的 然後他是後來有亮刀 但是沒有拿刀攻擊 打群架的一個現象 目擊者直呼很可怕 當下只想遠離他們 遲到黑衣男子就出現在 台中火戰這個廣場 那這裡旁邊就是月台的出入口 人潮是非常的多 他當時疑似和人發聲的口罩 造成四名印尼籍移工受傷 因為台中車站 畢竟也是一個特等站 他們每天來玩玩的人非常的多 所以我覺得 對啊 能感受會害怕 比較多移工 或是比較多遊民在這邊 對 而且有時候就看到 就是警察其實蠻少的 像我們這裡已經習慣了 說移工有時候喝酒啦 或是幹嘛的 都一樣 而這個廣場 除了是台中火車站的月台出入口 也是售票口 許多民眾會在這裡買票 甚至休息等車群聚聊天 人多的地方有人亮刀 是誰都會害怕 尤其警方說事發時間是在13號的星期日下午 人潮比平日還要多 印尼籍的移工表示 他是前一個晚上跟他的友人 就已經有口角糾紛了 那當天在二樓大平台又遇到 水又起了增值 輕微的差錯傷而已 便沒有受到刀傷 警方調查是移工之間發生口角衝突 黑衣男子遲到在火車站追人 這個行為已經影響社會安寧 涉及刑法妨害秩序 袁警也已經要求雙方檔案說明 華西雲林先生謝謝你中台中報導